字幕視頻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怡安 今天呢我要帶來一個魔術表演 首先呢 我們會用到一個酒瓶 還有一個酒杯 這邊是這樣子的 它會分兩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呢 我是用桶子把酒瓶照住 就用筒子把酒杯照住 通常清彈一下手指 酒瓶酒杯就會交換位置 有沒有各位確認一下 好的 酒瓶已經跑過來了 沒錯 酒杯也已經跑過來了 那這個魔術的第一個階段非常的成功 不過比較困難的部分是在第二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就是這樣子的 通常清彈一下手指 酒瓶酒杯就會交換原來的位置 掌聲鼓勵 謝謝大家 好 我知道 我知道 冰箱這邊也許很多人都覺得我上來是在唬爛的 跟那些給你十萬元 就送你去柬埔寨挖器官一樣 不過呢 我要告訴大家的是 其實魔術師是一群非常誠實的人 他們說酒瓶酒杯交換位置 他們就真的會交換位置 換我去沒有問題 換我來當然也沒有問題 好 我知道冰箱這邊 可能還有少數的同學看不太清楚我到底在辯什麼 沒有關係 我再辯一次給他們看 首先我會先把這第一個銅子 第一個銅子 造出酒瓶 再把這第二個銅子 第二個銅子 造 是這樣子 我可以解釋 我可以解釋 我們魔術師呢 在變這種跟玻璃瓶有關的魔術 都是做準備一個備用的酒瓶 防止我們打破 好 好的 再討論一次 筒中的酒瓶 筒子中的酒杯 倒進他手指 酒瓶酒杯就會交換位置 換我去沒有問題了 換回來 也是一樣的 先把這第一個銅子 第一個銅子 造出酒瓶 再把這第二個銅子 第二個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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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這個我也可以解釋 成為我剛才前面所說的 我們魔術師呢 在變這種跟玻璃瓶有關的魔術 所以都準備兩個備用的酒瓶 防止我們打破 我們再討論一次 筒中的酒瓶 筒中的酒杯 到金台下手指 酒瓶酒杯就會交換位置 我知道不要在這邊 這魔術已經告了一個段落 不過我相信你們一定很想要知道 這魔術到底是怎麼變的 沒關係 是這樣子 不過呢 在這個特別的紙 總該有些特別的變法 我當然有準備 我準備一個桶子 一個桶子 來完成這個表演 是這樣子 我先用桶子造出酒杯 再造出酒瓶 酒瓶酒杯交換位置 OKOK 這裡這裡這裡 這裡 魔術師也會準備一個 備用的酒瓶 備用的酒瓶 後來也是一樣的 桶子造出酒杯 這裡造出酒瓶 這裡 沒錯沒錯沒錯 這裡 也會有一個備用的酒瓶 不過呢 我相信各位一定很想要知道 這個魔術是怎麼辦到的 不過呢 其實魔術是這樣子的 在這看是空 你只需要準備一個酒瓶 還有一個酒杯 當然請抬下手指 酒瓶酒杯就會交換位置 如果你們想要知道原理是什麼 原理是這樣子 在這看是空無一步的桌子上 其實有非常多的酒瓶 據來說這裡 就有一個酒瓶 這裡還有 這裡 也有一個酒瓶 桌子上幫你的都是酒瓶 謝謝大家